冰箱冷藏的怎么摆放会比较好 比方说像这个冰箱这是冷藏的部分 大家看我眼睛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比较高对我来讲是非视线范围 上面就是我们看不到非视线范围摆放的是 我们比较不容易坏掉的食材 比方一定要用到盒子 一定要用到透明的保鲜盒或者是瓶子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保鲜盒的部分 很多人是吃完了剩菜 就保鲜膜包一包整个盘子进去 那是不对的 所以像这个小的保鲜盒是放什么我剩下的菜 我会把它从大盒子或大盘子移到小盒子里面 这样摆放 那其他的部分越容易坏了 你说越往前面摆或是越往在这个视线范围 那这些东西其实是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坏 因为大概五天左右就会坏 所以我放到一打开 原来这个地方我还有东西还没吃完 所以我赶快吃完它 下面或上冷就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这样子的保鲜盒冷藏一定要用到我们的保鲜盒 去摆放我们的食物这样的人的话 很多东西一看在哪个位置不用搬 马上清清舒服 有的冷冻是在上面 那就要不一样的摆放法 我的冷冻抽屉的方法 大家都会注意到抽屉它比较下面 所以我的视线是从上往下 你不能这样摆放 你不能像这样摆放 这样叠起来这样摆放 这样的话我下面摆什么我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每样东西把它打扁了 就把它敷的平平的 像这样一包一包的这样摆放 就很清楚的它在哪个位置 有没有清清楚楚 假如说今天你的冰箱 是层板的 层板的摆放它就必须是这样叠起来的 这样一层一层的这样好抽 所以要根据你的视线的感觉 比方说我们层板是从外面往里面看 这样就清楚 可是你要是这样叠起来板 里面就看不清楚 我通常我会把我们的葱 先这样子或者芹菜 我先切成像这样子一份一份的 我先把它剩下一小段的葱 或者说比较特殊切法的葱 我会放到我的保鲜盒里面 然后放进去的时候 因为这保鲜盒其实密尼的效果 还是有点点会有空气进来 我会把它先加一个保鲜膜 像这样的方法 这就是我的葱的保鲜 那下一次我要用到葱 稍微把它压一压 你看这个葱就松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 我的葱就冷冻的保鲜 就会非常的好用 所以大家有看到 我的冷冻库里面 其实是用一个盒子 一个盒子的去装它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做很多分类 比方说这个是我的辛香料 那这可能是我的蔬菜类 那这个是什么类 什么类 我用这种方式 帮我的食材做分类的收纳 这样又整整其实又清楚 就让我按好好的 这种菜式 也就要很敢 我就如果想要把冷冻的 这种盒子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